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在10月24日的天猫直播中 周深已代言人身份再次登场 为粉丝们带来一场充满笑声与挑战的互动盛宴 直播一开始 观众们便听到了周深轻松的笑声 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氛围 他调侃道 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挑战 而主持人的回答则让人期待不已 挑战成功会解锁更多福利 周深随即回应 好好好 那多来一点吧 这种幽默又充满情和力的表现 使得粉丝们感到十分贴心 在直播中 周深也分享了他在演唱会上奇迹时刻变魔术的环节 他表示 自己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因此给自己打了六分 给粉丝们则打了满分 他的自嘲风格 让粉丝们在屏幕前忍俊不惊 同时 直播中周深还透露了挑战环节中出现的错误 导致自己得到了两个惩罚 一个祝福和一段清唱 这样的幽默互动让直播充满了欢乐气氛 在直播中 周深得知拼图是送给粉丝的 立刻表示要签个名 他的一举一动都透注对粉丝的关心 令现场的氛围更加温馨 此外 他也提到了自己的实体专辑 表示把他做好了再跟大家见面 此时 弹幕上纷纷呼喊住希望他家场 周深自温暖的回应 我会加油的 这份对粉丝的承诺 无疑是他对支持者们最大的回馈 直播中 主持人提到替大家许愿2025年的巡演 希望能去到更多的城市 周深对此表示了积极的态度 并一再提醒大家要按需购买 展现了他对粉丝的关心与理性消费的倡导 这种态度不仅让粉丝们感受到被重视 也为未来的演出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直播中的周深穿着与上次相似的衣服 尽管这次没有戴眼镜 但他的每一个细节都散发出可爱的气息 尤其是他擦脸的动作 令人忍俊不禁 充分展现了他与粉丝之间的亲密感 直播的最后 周深的可爱与真诚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整场直播下来 周深的每一个举动都透露出可爱与亲切 特别是他擦脸时的动作 更是让粉丝们直呼好可爱呀 而周深所穿的服装 也与上一次直播时的装扮非常相像 只是这一次没有戴眼镜 让人不禁感叹他的时尚品味和穿搭能力 此次天猫直播活动 不仅让粉丝们看到了周深在舞台下的另一面 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周深会继续以更加优秀的作品和更加亲切的形象 赢得更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